花啦啦的水灌进车站内 这是浙江高铁绍兴北站 因为车站外下大雨 车站内变成水连洞 大漏水将近半小时 大批旅客得撑伞进站 被雨淋了没有雨 就下来了 上面漏水完全冲了完全冲了 那个晚年的话也发生过雨伐 今年的话我发生第二个 漏水处下风的店家受灾严重 因为这水越漏越大 甚至周边范围的天花板 也开始漏水 官方解释 因为当天瞬间雨量过大 现在强队流天气下 可能对于短时间的雨水 也是超过了原有的一个设计预期 所以产生了这个相应的问题 大暴雨不止下在浙江 陕西延安是大雨加冰雹 冰雹下了十分钟 累计厚度达五公分 对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 还在统计当中 最大冰雹只近达到三厘米左右 冰雹导致苹果玉米 向日葵等部分农作物受损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预报 近期十多个省市 有大暴雨天气 伴有雷电大风冰雹 影响范围包含浙江 安徽河南陕西等地 并且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TVBS新闻市全入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